長播放 inyho 講多一次 節目 author 也要講講的 好 我 adhering his English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呢 大家各位老友记 就是要了解一下 香港人的英语能力就越来越低了 竟然被菲律宾和马拉就过了我们 真的没想过这么多人收家的 还要大幅抛来 远远输给新加坡和菲律宾 菲律宾的那些麦格纳达 这些英语有口音都比我们更好 原因呢 是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大的可能性 其实我们香港的西方文化 影响力越来越少 以前我们长大的时候 我们会听一些外国的歌 听这个Van Halen Ping Floyd 不如听一些Wave Music 听New Order Departure Mode Spandle Ballet 我会听这些歌 又会追捧一些 例如Michael Jackson Cindy Lauper Vam 看就看鬼佬戏 但我会很集中看西方文化 再早过一代的 譬如许冠文 许冠杰 王瞻 这些朋友 他们也是看海外的一些英国的短片 电影 电视节目 然后衍生了很多一些香港的东西 我经常都说的 就是我们喝英国人的奶水长大 然后呢 我们就转化了一个香港文化出来 但是呢 香港这这么多年 这十九几二十年呢 其实我们就很不思进取了 除了不能看英国的 欧洲的 美国的东西之外 少了之外呢 最大的影响我们呢 就是好看一些的日本 现在南韩又兴起 人家他们为什么要有这么好的creativity 除了一个国家 社会比较足够的宽容度 他们也都 somehow 就在这里吸收了海外的东西 用汇贯通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就吸了别人第二手 第三手的东西 而变成自己的东西 那么自然我们就会落后了 那就是 现在很多朋友 就想要去学韩文 去学日文 都不看他去学英文 是不是 那就跟着 还有些个老母 就会觉得 就是早十几年 我就听这些人讲 你不懂得说普通话 你找不懂得吃的 就逼那些小孩子去说普通话 普通话小学吗 他叫鸡就会懂 是不是 就是搞得到两头 不懂道案 你学普通话 你就决定了 你将来就只可以进大陆 你学英文 你就走出整个世界 那么简单的道理 当年那些香港的妈妈 那些师奶 就不懂得明白 我们见不见到 很多什么 学普通话的 那些补习班 全部都来 那些人一窩蜂 把那些小孩子都推进去 就觉得 就是学英文 没用 大陆教人家吃碗面 但是他明白到 真真正正的文化 是不是 国际的 这类的融合 是全部要靠英文的 你要了解英文的 comprehension 这个能力 你才可以了解人家的文化 就是人家最更新的 science economy news 这些资讯 你如果 就算做的 这一行 就是你要多说一些 时事的东西 你英文的 你不听英文的 新闻 你也听不懂 你要靠 到时要看大陆的 那些 那些新闻 要看台湾的中文 香港的中文 更加更加濕 你却自己 看不到一个 人家可以inspire 到你的 更加分析的能力 所以很多人想KOL 九流 全文部 都只是看一些 中文啊 台湾啊 这些消息 然后当作自己的 能力的 早就去看 New York Times BBC 去了解世界是怎样 然后说出 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是吧 那你才是第一手的 你别人吃第二 第三手 你不想办 好了 更加 现在 疫情之后 国安法 那些东西 所有的老师都走 是吧 我们的网友 徐老师 遲些都要回英国了 是吧 那你怎样搞 英文老师 又不够 那你好的老师 又不敢来 再有啊 以前有一段时间 譬如我女儿的英文 怎样好呢 她真正在请了 外国人 回来香港教英文 是真正在帮手的 你现在还会不会 给那么多外国的女儿 来香港教英文呢 是吧 他们又肯来呢 是吧 那你就会想到 英语的能力又会怎样呢 你只听了李家超说英文 撞你老师 劏房波说英文 你就会知道 说真的 你以前 到最后 说英文很流利 可以出去和那些鬼头交流 没有问题 不肯笑够你的英文 那个是胡苏珍 曾俊华 胡苏珍曾俊华之后 甚至没有啊 撞你什么 那些英文都不差 是吧 这两个之后 根本香港的官的英文 都在江河日下 完全不想到 你见到香港的 你用什么东西 完全用了Google 程式来做 整体你的社会 不认识英语 你的社会 不以说英文为荣 以说英文为耻 是吧 你都没卖国 你都要说你这些 你都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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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认这个亲中 假认外国 那就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这个 如果你不认识英语的水平 我们不要说 不要说要赢新加坡 菲律宾也赢你 是吧 马拉也赢你 泰国也赢你 个人都赢你 阿叉也赢你 阿叉的英文真的不是很差的 所以你香港 連英文都不认识英语的时候 你怎么融入国际 你怎么真正正正 重返这个国际舞台 你不能再尊重英国的文化 英语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东西 标榜你自己的东升西降 你的中文文化很威風 你来来去就得本 丢你那些金平妹 你不想啊 丢你 黑木耳的英语 和姐姐的英语 都不是很差的 哈哈哈哈 史丹福毕业的 业劉莉莉的英语 都不差的 所以你想想 这代的官之后 还有哪一个 是可以用英语去发言 去交流 是不是 陳茂波都死了之后 你找下一个上任的 那些英语 可不可以见得人呢 是不是 大家都 心里有数 是不是 那就是 你见得到的 你很刻意 政府 不去普通英语 垃圾局里面 给一些这样的垃圾 是不是 不要说英语 连中文发言 他们这些混蛋都不够水准 你问教主就知道 是不是 那样东西都低落 去执着一些混蛋 那些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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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没办法 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 唯有 就是 我就喜欢 看少一些韩剧 日剧 看多一些Netflix 学一下别人的英文 就是 看多一些西片 是不是 不要人看那些合拍片 不要人看那么多 那些匪语剧 是不是 用西人的角度去想 那些逻辑思维 analysis 那就是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看看那些议员 那些议员 那些人如果是 赫 CGI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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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跑去議會裏面說話 真是含鬧 好啦,今天就這麼多 各位女友記,我今天有點不太舒服 上不了氣 人沒什麼能力 下次我不應該錄這麼多 我今天要硬要幫阿琪 去趕大院,趕完之後 我未回復到做Morning Gory 如果今天水樽有點不太好 希望大家原諒 星期一,Morning Gory,我希望我休息夠之後做好 星期六,記住 有這個大院有樂 是講香港軍統一時的騙案 如無意外,可能你們星期六的深夜 我就會直播 在加拿大這邊的Remembrance Day的 一個Ceremony 明天早上就約了列大夫和 潘元良先生做一個訪問 香港奇案 我已經想到案件了 香港奇案我相信 會安排星期二播放 星期二播放 今天就這麼多 大家保重身體 好似週期會翻風 穿多衣服 千萬不要懶惰 記得多做運動 天氣不好也要出去逛逛 逛逛山,吸收新鮮空氣 今天就這麼多 比較累 多謝大家捧場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香港Morning Gory 拜拜 各位MIHK的觀眾注意 由2022年1月1日起 樂魚談只會上傳到 mihk.tv的網站和Patreon 子宮會員收看 每月並會上傳不少於十條影片 如果各位想繼續支持樂魚談 可以去下列mihk.tv的網站付費 以及到Patreon註冊會員 請청欣賞 呀 呀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